好生好戏在雨归来 由8月29日起 逢星期一至三晚10点半播出 一众参赛艺员和主持阮少祥 以及配音导师评判 这日出席记招为节目造势 记招上素云芝 吴幸美 袁文杰等 还即场接受配音考验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早前有指Ali离戒心 因为身体不适而辞演剧集 令外界对她有不少传测 这日见她精神日益 Ali就透露身体耳无大爱 在配合医生的建议下 而选择合适的工作 因为始终一开剧 那种节奏不能睡那种 其实会很伤身体 之前也因为这样试过出事 所以现在会想尽量平衡健康 与工作 所以其他工作一直都没停 最近洪永城去了过来拍剧 G2有个节目需要主持帮忙 我现在就帮她拍几集做主持 那你现在身体状况可以吗 可以 其实我一直找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去调理和作识 而且一直都是看中药 吃中药的所以可以的 长师兄再次担任节目主持 拍当一由賴慧玲 变成上季的参赛者冯盈盈 她都觉得很有新鲜感 配音导师之一的黄奉英 也对今季的参赛者的表现零眼上看 我发觉到有很多参赛者 甚至是我们作演的嘉宾 可以差不多将原本的角色的声音 能够演绎到差不多是八九十 是 即是觉得是那个演员本身 你不会觉得是一个配音 今季参赛者 韦韦莫前经验丰富 好像六号更经常担任大叔思义 幸好当然有回到差不多了 但那道声演 他们都不敢认 说要勤加练习 还搞得和另一半关系变差 因为我常常在家里练习 那好像 精神分裂 就来比赛那一阵子 鬼上身一天练习七八个小时 不断重复那对话 说完又说 说完又说 对于她来说 她说希望你快点练好她 总之搞得情侣关系都有些影响 但没办法 为了这个比赛一定要做好她 我们同事想参加 你要预计这一场 你本身关系不太好的 我劝你自己想过 因为我直接闭关门 不让我老婆进来 你不要进来 你真是不要进来 我现在这三个小时 你要让我自己练练练 一直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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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得一次机会 没得NG重来 一众参赛者的心情都特别紧张 所以事前都要做足准备 好像黄家乐就请窗 找训练班同学 萧辉勇帮忙 其实我未试过配音 第一时间就找一些做配音的同事 萧辉勇 因为她是我的同学 我就问她有什么方法 就教我在这里练练 就是要进修下温 同学急救一下 没错没错 那啥啥啥呢 最高纪录是有三天没出门口 三天没出门口 没有离开过家 一睡醒就在房间就练练 然后吃饭吃完饭就练练练 然后又肚饿又出来吃点东西 然后又去练练 几天 但其实我自己也好像很久没试过 那么集中去做一件事 在外国长大的苏韵芝 自从拍了处境剧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之后 中文进步了不少 不过参加配音比赛 竟然令她重过用拼音记对白的日子 我是很有趣的 可能我理解能力都有的 其实我知道在说什么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字是怎样说出来的 所以变相对我来说 我要练到那个体验的记忆 令到我的口可以很顺利 说出一些我本身不懂的音 然后就代入那个意思进去 做那个情绪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令到人不可以懒 你明白吗 完全不能够懒 你少少懒你都会在台上 这样